米香,生在南方,有着南方女人特有的文婉气质,也颇有些滋容,却是个苦命的女人,即过婚,却生了一个智障的儿子,名叫皮娃,丈夫好吃懒做,脾气暴躁,照顾自己多有心无力的她,不愿意费许多气力来抚养一个吃傻儿子,便狠心抛弃了这对母子,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米香母子生活非常辛苦,难以为继。 同村有个叫金花的寡妇,见到米香的凄惨境遇,便给她出了个主意,嫁死,所谓嫁死,就是指女人有意嫁给矿工,等待矿工在矿难中出世,继而拿到巨额的抚恤,金花靠着嫁死这门行当,生活过得风生水起,而米香也为了给吃傻的皮娃攒下一份佳业,把山涉水来到遥远的北方,在一个煤矿附近定居下来, 在煤矿周围讨生活的,无疑大都是贫苦人家,日子过得劳累清苦,但好在生活成本很低,米香孤儿寡母,日子在这里倒也能过得下去,她晚上熬夜蒸煮豆花,等到白天便挑着担子去煤矿附近收买,豆花卖不了多少钱才,米香之所以选择留在这个煤矿, 是因为这个煤矿经常发生意外,矿工出世后,家属会得到一笔极其丰厚的抚恤金,米香准备找个矿工架了,等哪天矿工出世,她就可以得到那笔抚恤金,皮娃的下半生也就有了着落,米香磨豆花的手艺实在高超,磨出的豆花细腻爽滑,清香四溢,但凡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矿工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前往米香的摊子吃豆花,米香也方便挑选结婚对象,虽然结婚是另有目的,但矿难也不是想来就来,毕竟要一起过日子,还是得精挑细选的,矿上有很多光棍,米香的出现也引起众光棍们的议论,南方女人的柔美和细腻深深吸引了这帮常年从事苦力工作的粗壮汉子,有两个男人对米香格外伤心, 一个叫大理,年轻力壮,身材挺棒,相貌也生得端正,另一个叫王驼子,个子矮,长得野丑,跟大理一比,更是相形见出,米香自然是更加心仪大理,但是金花劝说她,大理确实不适合结婚,她家里的情况十分复杂,母经常念生病,还有两个弟弟需要读书,家里负担实在太重,而王驼子光棍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够, 虽然长得丑了点,但好在心地善良,米香经过一番内心挣扎,还是决定跟王驼子结婚,不为别的,就为王驼子对皮娃很是疼爱,米香自己委屈点没啥,她不想让儿子委屈受苦,王驼子实在震惊于米香的决定,感到不可思议之余,也欣喜若狂, 看着米香居住的阴暗小屋,她热情邀请米香搬去自己家里,虽然不是什么阔气豪宅,但比小黑屋还是强得多,米香没有拒绝,毕竟,两人已经谈婚论嫁,也不怕别人咸咽碎语, 王驼子满心欢喜将米香母子接到家中,由于没有办理结婚手续,所以两人暂时没有同居,米香确实贤惠,厨艺也甚是了得,自从她搬过来,王驼子就像掉进了蜜罐里,每天都喜笑颜开,心情大好,矿上的工友们也都十分羡慕,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媳妇, 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米香想尽快把结婚手续办了,要不然,夜长梦多,万一王驼子时运不济,早早出事,自己啥也捞不着,岂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这段时间的好吃好喝好招待,也全部白费,可王驼子似乎并不着急,只是每天照旧,陪着皮娃玩闹,可能经历过太多戚风苦雨的王驼子,也见识过架死的事太炎凉, 虽然心仪米香,却也依旧设访,而米香也害怕露出马脚,不好催促,只能耐心等待,这天,矿上突然广播,让所有家属前往矿区,米香心里晓得,这是矿上又出事了,他心急火了,赶去矿山,一路上,祈祷王驼子千万不要出事,因为他们还没办理结婚手续,抚恤金发布到自己头上, 到了矿上,才发现这次矿难并没有人去世,只是有人被砸伤脑壳,王驼子看着满脸焦急的米香,以为他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非常感动,也不再对米香设访,回家之后,就拿出户口本,决定明天,就和米香去办结婚手续,给他一个名分,手续很快办完,两人在工友们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 当晚,喝得醉醺醺的王驼子,迫不及待地扑到了床上,米香看着样貌丑陋的王驼子,突然后悔了,开始拼命反抗,但王驼子毕竟是矿上的工人,米香的反抗,无异于皮肤汗术,不济于事,在后面的日子里头,王驼子和米香正式同房,毕竟现在两人是合法夫妻,可米香却开始对王驼子越发厌恶,经常跑去找金花素苦, 众骂王驼子早些去死,常年嫁死的金花,则告诉了米香一个诅咒的方法,米香回到家中,等王驼子睡着后,悄悄起身,拿到矿区,将写好诅咒的纸条,埋在了矿堆里,第二天,王驼子起床上工,米香虽然突然心软,可为了让儿子往后过得更好,米香想不出其他办法,等王驼子走后,米香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忧思难耐,下午, 矿区的广播竟也真的再次响起,让所有家属过去集合,米香拼命挤进人群中查看,矿区刚才发生坍塌,砸死了一个工人,不过并不是王驼子,而是米香曾经喜欢的大理,米香内心悲伤自责,觉得仿佛是自己的诅咒,害死了大理。 晚上,米香悄悄跑到矿区,准备取走诅咒的纸条,可没想到,矿堆突然坍塌,直接将米香买在了里面,王驼子请了假,每天都待在医院,无微不至地照顾米香,米香伤得很重,为了给她治病,王驼子几乎化光了所有积蓄,不过,她无怨无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米香。 米香也被这样一个丑陋,却温柔的男人感动,决定,不再冻架死的歪心思,好好和王驼子过日子。 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王驼子把米香接回了家中,米香一改之前对王驼子的嫌弃厌恶,也开始知冷知热地和王驼子好好过起日子来。 夫妻俩度过了一段田径安稳的日子,直到有一天,皮娃突然走丢,米香发疯似地在矿区周围四处寻找。 可终究一无所获,王驼子大心底里喜欢皮娃,这个和他同病相怜的孩子,令他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让他生出一种强烈又炙热的保护欲览。 他坐上公交,来到城里,在外面找了三天三夜,风餐露宿,不免不休,终于成功从人贩子手中抢回了皮娃。 儿子势而复得,米香对王驼子更加感激,下定决心用下半辈子好好报答王驼子。 可或不担心,王驼子突然查出身患癌症。 为了不让米香担心,他一直隐瞒着病情,米香想给王驼子生个孩子,可明白自己,命不久矣的王驼子,怎么舍得让带着皮娃艰难度日的米香,再带上一个累赘。 他舍得死,却舍不得米香受累。 他见过炎梁的事态,也见过多变的人心,更见过孤儿寡母的艰难。 王驼子一到晚上就躲着米香,米香很伤心,以为王驼子是嫌弃自己了,可王驼子怎么会嫌弃他呢? 王驼子在矿上凿下去的每一锄透,都是为了他心爱的米香,为了他喜欢的皮娃。 王驼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为了让米香母子往后能够好好生活,不用再四处奔波。 为了让米香从此不用那么辛苦,为了让皮娃以后也能娶到一个婆娘,他决定给娘俩多留些家产。 一番思量过后,他想到一个主意,对矿区了如指掌,采矿经验无比丰富的王驼子在矿区上攻的时候,故意走到容易坍塌的区域,狠狠地砸了几下。 似是要给米香娘俩砸出一条阳关大道来,砸出一个光明的前程来,哪怕代价是被火埋在这暗无天日的矿里。 矿区不出意外地坍塌了,王驼子也如愿地被埋在了里面。 王驼子死后,米香像疯了一样,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埋头包饺子。 因为王驼子最爱吃他做的饺子,他想让王驼子吃个够,矿上的人上门催促他,赶快去领抚恤金,否则过期就会作废。 可终于能领到抚恤金的米香,却觉得自己没脸领这笔钱。 他用家里最后的积蓄认真地给王驼子办了丧礼,让皮娃跪在坟前,不停地喊爸爸,人非常目,熟能无情。 曾愿嫁与矿上死,残香暴怀,别心死,皆是观寡孤独人,龙中老秀,真泪狠。 昨夜好梦,留人醉,醒来雀庸,孤清睡,游记生死,别衣食,三两桃花,土万丝。 投背矿工,嫁死妇女,致残儿童,偏远山村,多发矿难。 这一系列表现中国底层人民艰辛生活的名词,诠释了爱情另一种珍贵的表达方式。 与金钱,教育,名利无关。 电影直击地使复杂而又纯粹的人性,压抑的色调和捉乱的背景,让人感觉沉重。 在这样的沉重上,制上了这样一个相善的爱情故事,才会格外惹人深思。 你像那王驼子身材矮小,无人巧,他却要用命,顶起一片天来,给你看看。 那一锄头又一锄头,砸得何止是这辈子的苦难? 你脑纳米香付了王驼子用命换来的一分好意,可米香包的,何止是那一盘又一盘的饺子? 贫苦人家什么都缺,独独不缺的,就是爱。 故事配老九,明朝在聚首,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我在等诗,也等你。